早安 各位 今天將會回到很久都沒回過的宿舍 上一次回宿舍應該是年宵後的事 最後一次對宿舍的印象就是 亂 非常亂 所以昨天就約了娃妹 今天回來收拾東西 大家一會兒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和大家當年看的完全是極大出入 香港的天氣變真是快 前兩天還是傾盆大雨 今天已經是厲害了 歡迎收看東西張網 近日我們收到市民報料 說某個工廠大廈的單位 發出震震惡臭 事實的真相是怎樣 我們一起積極一下 我們現在就來到事發的單位 我們發現它是下閘的 雖然下閘 但我們發現它大閘是沒有鎖的 所以我估計裡面是有人的 我們現在就敲閘 看看它會影門 我們敲閘得不到任何回應 我們就決定採取最激進的行動 其實沒想像中那麼惡劣 對 一打開單位已經發出震震惡臭 哪有惡臭 後來已經破解了這個studio的密碼 這麼厲害 我現在就要告訴大家 這間垃圾屋是什麼 垃圾屋 好了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 垃圾屋的內部了 裡面已經聞到震震的惡臭 哪有惡臭 是這麼屈你 一進來我們就看到一個人造的大樹 在這裡很多人許願 可以丟嗎?有沒有囤積症嗎?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 應該沒有囤積症 走進來的第一個位置 我們就看到一個疑似是市主收藏物的櫃 是凌亂到七彩的 全部都是女市主的愛好 而看到最近流行的什麼呢? 我真的沒有東西放的 這裡也有大量的雜物 這裡不要拍 在這個屎屎的桌面上 已經兌了不同的雜物 這個桌面 是有不同的人頭的 場面非常驚恐 調查之後發現 原來他們的惡臭 是在後面傳出來的 好噁心啊 怎麼受不了 我們發現有個天花板 出現發霉的情況 好噁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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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有一點發脹 好像在塌下來 我們也發現女市主有一個中值的愛好 它有培育蘑菇的愛好 蘑菇也有啊 大哥 它在伸進來 好噁心啊 我們發現它那個雪櫃裡面 有一個2020年12月15日過期的意粉醬 OMG 只有那個嗎? 我不信只有那個 我們一起看看蒜蓉 已經呈現青色的顏色 這個也沒有那麼過分 過了期兩年而已 兩年而已 那我們走到最入 相信這裡就是女市主的茶水間 這個茶水間已經今時不同往日了 這張牆壞了 你這些一撕 我怕它越來越噁心 我就不撕了 好大家應該大概知道 我們宿舍現在發生什麼事了 其實就是打算收拾乾淨的宿舍 看看會不會買一些收納的東西 還原回這裡 一試試清潔 還原回腦出來 起碼已經開始有金針菇了 好那我們現在馬上清理這個現場 我們已經找到兩名義工來進行清潔 就是我和你 好 開始 我們是市主 市主義工和記者 我們逐一開始收拾 我們首先第一步清垃圾 不行啊 是COSPAY的東西 OKOK 清外賣 這兩個假頭 行不行啊 我不用擋 這兩個意義是 喂 COSPAY用的 什麼都不擋得我上來收拾什麼 我都說這裡不是垃圾屋 我發現原來有三個頭 對呀 還有一個在裡面 這個是貓貓的頭 有很多頭 這雙鞋 是COSPAY的 媽媽 第三位義工已經到了 好 剛剛我們做完一大輪之後 我們現在就吃東西了 今天我這個妝都保持得很好 其實我今天是用了一種新的防曬 塗完之後就直接上妝 是完全不會卡粉 就算我現在還在上面塗碎粉 也不會乾 也不會焗到出粉 像暗瘡那些 挺好 老實說我小時候是不喜歡塗防曬的 主要是因為懶 其次我覺得塗到一層那麼厚的東西 會焗著山粒粒 有黏粒粒 但大過了之後身邊貪美的朋友 都會說一句 就算你不化妝 都要塗防曬 因為紫外光其實是我們皮膚最大的敵人 晴天還是陰天都是有紫外線 所以你們出街一定要塗防曬 如果不做好防曬 就等於白塗護膚品 近年來物理防曬真的很熱 我之前是有用這個化學防曬的 因為物理防曬 原本人的印象是很厚 很容易泛白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真的轉來用 最近有看上網 有些人實測 用了兩種椒去實測 我就拿了這個基然的物理防曬 而且我用了化學防曬 就塗在香蕉上 在太陽底下曬6個小時 6個小時之後 你會看到化學防曬那邊 竟然是黑了 但物理防曬這邊 它還是保持黃色很新鮮 事關於物理防曬 就好像幫我們肌膚穿了一件防曬衣 直接彈走UV 不會滲入皮膚 也不會傷害我們的肌膚 所以現在日日塗的話 可以轉的話 都會轉為物理防曬 說回為什麼會選擇 HALDA LABO的水潤物理防曬 因為它推出了大概2個多月 它上網的好評是非常多 完全是燒著了 我想試試用它 首先它是100%的純物理防曬 主打色Oxida可以反射 UVA和UVB 還通過了非至黑頭粉刺的測試 不會失無孔 對於我這些好care防曬 到底會不會阻止皮膚的 真的好得我心 而且是日本最高防曬系屬 SPF50加 PA4加 而最燒著我覺得 不是因為它單單是一個物理防曬 它還有一個微精華的物理防曬 我覺得既然的水潤物理防曬 在水潤度和透過度都算是一個突破 我現在是一個全素環的狀態 什麼都沒有塗的 我只塗這個防曬 它上面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很難推和很乾 其實左右兩邊都沒有太大分別 它不會突然這樣 好像白了一塊 不會覺得厚了 它的質地是很水潤的 我現在在塗上第一層 我們塗五層好嗎 第二層 第三層 第三層 第五層 就算塗了五層 也不會有泛白的問題 塗上的感覺是覺得它是水潤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化妝 也不會說很乾 但它也不會說很厚 那個感覺真的不錯 你這樣看 它還有一些光澤感 因為它加入了基然的黃牌透明質酸保濕 還有美白成分 煙氣安可抑制黑色素 還有專利的 三個防禦因子 Ecto 幾乎可以說都不怕乾 還有這個水光感 相當於是一個會注水補光的眉精華防曬 所以這支有防曬和護膚 它的性價比真的挺高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由即日起到5月16日 這支既然水潤物理防曬 買第二件還有半價的 大家可以快點入手 真的很好用 剛才我妹妹叫這間外賣的時候 她說叫兩個pizza 我說兩個夠吧 我們三個人吃 她說我自己要吃一個 我平時自己一碗吃一個 到底我們今天要撿到幾點 我們去完幾個地方 我們只有這一小袋垃圾 我們怎樣撿 這個還要不要嗎 這一袋 我曾經經常用它 我來浸腳很傻 現在還用不用 你說現在 又可以 斷寫你 OK 不用 真的很多垃圾 外妹的要求很奇怪 她不是要收納 她要展示 她要將她的寶貝展示出來 但她的寶貝實在太多了 不知道怎樣展示 我們第一步已經清紧垃圾了 第二步 IKEA去看看有沒有收納的東西 大家來IKEA買東西之前 記得 有很多東西即日都買不到 正常 我們最後打算買這個 這個是人家在廚房放東西 然後我們打算放在桌上 這裡是很特別的一個展示相架 我們現在已經清了差不多十袋垃圾了 都還在清 然後這裡是一些跟了很多年的攝影器材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用不到 我的牙 什麼是你的牙 我覺得很油脆 所以我洗乾淨自己收牙了 你看牙的牙筋多長 不知道為什麼會給我 我們今集會有give away 分出四份送出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在留言 是 我不會送的 我剛才收拾的時候 找到我們以前的照片 這個就是小時候的我 那時候經常被人說我是男生 這些那麼舊的照片會在 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 那時候你幼稚園好多部洞都會有我在 上面那個肥妹就是我 下面那個小小的套是我的妹 粉紅色眼影 以前的missi化妝真的很噁心 這個是一坨粉紅色一坨粉紅色 請問你是不是當自己公主 我明顯在當這個是我們神獸 三姐妹 嘩 媽媽的眼睛這麼大 我後期眼睛沒戴過的樣子是這麼大的 後面那個是你寫的 嘩 車毛啊你當自己 看我旁邊坐得整個毒L 你這邊這個整個女郎 嘩 真的會放的OK 這裡是哪裡來的 不知道 因為已經隨便上去坐下去了 大佬 現場的場面是一片混亂的 請問女事主你現在 嘩 穿什麼事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全部都會展示出來 對 我在這裡全部都拿出來 你知道什麼叫做執拾嗎 你現在叫攤出來 這裡有沒有1000尺 這裏有1000尺才可以做到這些舉動 我們打算一天可以清潔這裏 當然就是癡心妄想 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在這個架 買一些收納 我們應該去做一個階段 這個就是我妹的祭壇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在YK人買的 行列相架 等等 然後員工就說是拍斷他的 他真的會來拍斷他的嗎 對 他是今天這麼說的 嘩 真的多了 一眼 嘩 為什麼這麼有心機 你可以做四個 我們現在做了一個 因為我妹說不夠素材 他說今次去日本要再買 經過我們和社區義工 收拾了這裡大概有7個小時 現在是凌晨幾點 早快 凌晨2點多 我完全想像不到 我們早上的亂撞光 是會變成現在這一刻的studio OMG 你看看 大家可以看頭部的部分 跟現在是完全不同 很厲害 我們今天丟了多少袋垃圾 很多袋 這是我自己做的通袋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收拾的成果 收拾了 少許的雜物架給你放 買水 買回來的東西 嘩 乾淨了超多 你看一條路 整條路終於可以走 接著下面一隻握袋的CD CD裡面有小卡 超美 超美 雪櫃上面已經清光了 已經收拾了90% 嘩 這裡終於有個位置 之前說這裡是拍片區 但我們一直在這裡拍片 你現在很喜歡來我家拍片 好 今天這個大執studio 是超級成功的 就是把展示的東西 展示出來 撿下去的東西 撿下去 整理大師 不是 你不是整理大師 是扔東西大師 有時候 超多垃圾 我們扔的東西都是垃圾 真的垃圾 然後如果有些公仔 玩具就給媽媽 叫媽媽送給身邊的小朋友 好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玩吧 拜拜 幸好黃婆婆最後家屋都撿乾淨 真的太好了 我們明天同樣時間 八點半夜晚 繼續和大家 動細張網 拜拜 你又玩得多像 和大家動細張網 好笑 我有預計你會更多figure 不會 真的 你不會再拿回來 所以拿回去 你向鏡頭發生 你不會再拿幾個藍蟲回來 我不會再拿藍蟲回來 我發生 resident 你會不會再拿回來 你會不會再拿回來 剪刀 你會不會再拿回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